1949年建国一史 毛主席电召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肖进光进京 前线战斗正撼肖进光舍不得离开 可是军令如山 他立即放下手头的工作匆忙北上 毛主席这么着急召见肖进光所为何事呢 新生的共和国要组建海军 毛主席亲自委任肖进光担任海军司令员 有那么多能征善战的将军 毛主席为什么独独就选定了肖进光呢 他当时讲了三个理由 第一个肖进光是一个老同志 能把革命传统带到海军 肖进光在1922年12月入党 比他入党早的开国将军只有副中上将和朱老总 陈庚和肖进光并列第三 1920年肖进光就加入了俄罗斯研究会 然后去了俄国留学走上了革命道路 第二个建设海军需要向苏联学习 肖进光曾经在苏联留学过懂得俄语 在一千多位开国将军中能够去苏联留学的凤毛麟角 肖进光就是其中之一 他还居然先后两次去苏联留学 第一次去的时候肖进光才18岁 大革命失败后肖进光第二次去苏联留学 他前后在苏联待了六七年的时间 能够说一口流利的俄语 这一点很方便海军向苏联学习 苏联人也比较容易接受 第三个海军建设的任务非常重 一切要从零做起 搞海军必须有一两个有丰富实战经验的人去领候 海军的司令员必须由一位非常具有实战经验的人来担任 肖进光就是最好的人选 红军时期他是红武军团政委 参加了中央苏区的很多恶战 抗日战争时期他是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 负责保卫陕甘宁大后方的安全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 肖进光是东北大军的副司令员 是林彪的副手 第四野战军成立之后 他是第十二兵团司令员 在四野大军入关和南下作战的过程当中 肖进光最多的时候统领几十万大军和敌人作战 像旋风司令韩仙楚 名将丁盛等等都是肖进光的部下 荣满半生肖进光是一个职业军人 实战经验非常丰富 海军成立之后也要面临很多的海上作战 海军建儿们在肖司令的指挥下 一次次的挫败敌人 毛主席从来都不是随便选人用人的 他选人用人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 反复权衡 这样才能够把最合适的人 放到最合适的位置上去 肖进光这个海军司令员算是选对人了 他的任期从1950年一直到1980年 前后长达30年之久 不但在中国就是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 这都是一个任职记录